各位朋友 今天就是新曆年的元旦日 有些事情都是值得說一下 雖然是新年流流 即是西曆的新年 不適宜說一些不吉利的話 但亦都是要面對現實 面對現實就是我們可以四處看看 新聞就沒有什麼了 香港就是有新聞也是沒有的 那些是提起都令人激氣或者是無謂 所以就說一說在街頭民間見不到的東西 今年也有很多朋友 也都是在面書或者其他社交媒體都說過 因為發現尖沙咀 中環 甚至一些偏遠的地區好像上水 都沒有聖誕燈飾 即使有都是冷光的 冷冷清清甚至是中環的聖誕樹 是發藍色銀色的光 比較慘淡的 是不用金光或者是紅光 或者其他彩色的光 顯示人心 商界也好或者是普通的設計師也好 都是採取一種冷淡 或者是不理會的態度 可有可無感 這些節日的氣氛或者是溫暖 都可以看到很多人都是冷淡 以及沒有心機 我們古人的所謂官風望氣 即是去一個地方看看人們的服飾 採取什麼顏色 晚上有沒有張燈結彩 有沒有歡樂的氣氛 就知道那個地方的前景如何 香港的前景 你看這些東西 即是民心 就知道已經是暗淡 或者是扯戰扯走 即是準備拔開營地走人 或者是收縮的經營 在傳媒那邊 都看到一些不好的消息 即是元旦日 我們就知道 無論多討厭都好 那份報紙就是蘋果日報 帶頭加價10元一份 當然加價就不影響銷路 因為銷路都一直下跌 按道理 又不是因為小人買 或者是網媒的興起 是因為紙媒 或者傳統媒體 是越來越不對勁的 即是他報導的 是越來越光無聲平 幫政府桃子抹粉 小馬大幫忙 那些我們看電視 或者是不看都行 那些沒有什麼好消息 那如果他要挖掘一些驚人新聞 或者政府醜聞 短妝什麼什麼那些 沙中線出事那些 亦都是影響報紙的廣告 因為現在就不是有很多中小企業 是單獨買廣告 很多是財團 樓盤 銀行 超級市場大集團 代理商那些 那些不下廣告 你就是真的餓死的 所以紙媒或者傳統媒體 電視台 收音機台都好 他做一些七八十年代 那種的針對時弊 或者揭露社會 或者大集團 或者政府的惡政 劣跡 擺行那些 就會遭受到 大廣告上的報復 所以也都難遭 即使民間那些 好像傳真社那些 都揭露過很多的 惡政劣行 那也是因為捐款 估計 估計也是因為捐款 是全力 所以就會裁員 據說是裁剩三個人 那日後也是比較少機會 是聽到這些事情 那是不是可惜呢 實際也不是 我們看到沙中線 那揭露出來 結果是怎樣呢 政府沒有補救的 是不會懲罰成建商的 董事啊 公司主席那些 也都沒有什麼懲罰 做到退休 補救工作 中國又不是由承建商 是忽淺過來的 是由政府出資 跟著是做重建的 我們市區重建 見得多 地下鐵路的重建 就是香港才有的 可能是重建 就是十年 遙遙無期的 不斷起 不斷發展有問題 因為你的承建商有問題 所以這些就是我們香港 你說沒有什麼壞新聞 好像覺得社會 蓋了很多東西 但亦都是不足可惜 因為你即使揭露出來 實際上都是沒有什麼補救的 好可惜 這堂林靠 很困難 很難 如果你是居然 你吃得不容易 很難 你吃得不容易 你吃得不容易